嗨 回首 早安 回首說早安 早安 好 今天是我們第二天的行程喔 Emma 我今天帶你去看 兩隻手拱著一座金色的拱橋 你要去嗎 好 好 那你要不要去坐纜車 很高很高的纜車喔 好 那我們等一下會先坐計程車坐40分鐘 你可以乖乖的陪爸爸媽媽坐計程車嗎 好 好 那因為肚子餓餓我們剛起床 我們先去吃早餐 好 好 OK 那你跟大家說 早安 早安 GoGo 幫自己拍拍手 拜拜 拜拜 好 我們住的這一家飯店啊 他每天都有提供早餐 然後他是自住巴類型的 所以就是all you can eat 吃到飽 好 現在來試吃這一個 他的招牌上面是寫husband and wife cake 我在想應該是 某一些羊柳膏之類的 那個翻譯我不太會翻 這是一個甜點 然後咬開來之後裡面會有一些 碎碎的 可能是 我吃起來有點像 某一種水果類型的東西 壓成 這種 碎碎的樣子 甜甜的 好像有一點點椰子的味道 可能這個是椰絲下去做的 這一個應該是流連類的 怎麼了 這是麥克風 你要麥克風嗎 好 那我拿一個麥克風給你好不好 麥克風你可以講話了 像這個菠蘿蜜 我們在台灣就比較少看到 台灣菠蘿蜜好像會有 不過飯店很貼心的 直接把油脂的部分都拿掉 很甜欸 很甜 而且不會有那種油連的臭味 我們早餐吃的差不多了 上去房間裡面收一下東西 準備去巴拿山囉 所以呢 爆發 天棒 唉唷 小可愛 拜拜 飯店樓下有一家咖啡廳 我買了一杯白咖啡 我們來喝喝看 我們前面在前往巴拿山的路上 我們來喝喝看剛剛那杯白咖啡 我猜應該會很甜 老婆 好甜喔 對 它是煉乳 然後本身又有牛奶 然後還有就是咖啡本身 我覺得來這邊因為天氣熱 所以喝這個就是很爽 但如果是平常上班日在喝的話 就真的太甜了 好 我們計程車剛剛下車 那計程車下車的地方 不是直接在樂園的路口 它會到一個轉運站 然後再有現在我坐的這一台巴士 就是把大家載到山上面去 所以可能還會有一小段測程 所以可能還會有一小段測程 今天剛好是星期天 人最多的時候 對 而且又是母親節 所以我們就是一直在排隊 等著入場要坐纜車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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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起來好不好 我們起來看 這邊風景比較漂亮 原寶你看 前面很漂亮對不對 我們在坐纜車 在坐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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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說纜車嗎 在坐纜車嗎 在坐纜車 這邊路場就是一定要坐纜車 那原寶現在應該蠻晃的 現在有點害怕 好玩 對 會有一點 蠻晃的 應該上面風蠻大的 藍車光不流啊 可是 現在天氣很正 裡面沒有冷氣 這個會小朋友先起點 就是只能吹一隻藍風 好 好 好 那你坐纜車好不好 好 好 來 人寶坐纜車 請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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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上面好像有一點起霧囉 好 應該是沒有辦法看到那個最漂亮的風蟲 所以我們可能會在一團霧當中看那個景點 OK 對啊 看一下 感覺上面起霧了 原寶的寶寶 對 好 快睡著了 原寶 很好睡 對啊 晃一晃很好睡 謝謝 謝謝 這邊是巴拿山 佛守 這樣子 拱著一座金橋 人真的很多 我這樣拍攝 一直不斷有人經過 不過 算是一個彩點啦 就是最重要的點 我們已經來了 現在原寶快睡著了 對啊 我們就繼續出發囉 我們坐纜車上來之後啊 因為這邊比較山上 所以沒有像平地這麼熱 這邊的氣溫是很舒服的 那我們穿這種短袖也不會覺得冷 就是覺得剛剛好很舒服 剛剛在纜車上荒涼後 原寶真的受不了 太困了 跟我們出來玩很累 那再睡一下囉 原寶我們現在要坐小火車囉 對 要坐小火車囉 很可愛 好可愛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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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你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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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玩 你的貓嗎? 你貓? 你貓? 哈囉 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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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我 匹瀏 穆你 瓜子 敢在 到底 稍微 奶 来 来 来 爸爸 嗨 妈咪 爸爸 爸爸 嗨 那个 兔子 你骑的是兔子 妈妈 兔子 嗯 兔子 妈妈 跟妈妈挥挥手 挥挥手 喜欢吗 喜欢 天宝你现在骑的是什么 兔兔 兔子 兔子 小兔子 我爱你 蹦蹦 跳跳 我爱你 我爱你 兔子姐 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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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要停咯 嗯 嗯 我爱你 来吧 吃饭 现在 我爱你 要不要 我爱你 这就好 你 你 你 我爱你 我爱你 太陽世界 巴拿山 爸爸會夜嗎 我們說掰掰 對 掰掰囉 我們去坐車回飯店了 好 掰掰 我們現在 要回飯店了 剛剛離開了巴拿山 覺得這個地方應該算是 香港最知名的地標 也就是觀光客來的 第一站 大家應該都是衝著 那雙佛手 拱著金橋 那我覺得這邊有 除了那雙佛手之外 其他蠻有特色的地方 比如說他們的纜車 他們的纜車系統是 真的很長很久的那一種 所以我們上車之後 就是可能坐 10到15分鐘 才會到山上這樣子 那除了那雙手之外 因為我們知道以前 法國有曾經殖民過越南 所以在法國的特色這一點 我覺得他們有一個法國村 也是做得蠻漂亮的 那就是一個樂園的感覺 那中午吃飯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在法國村裡面用餐 各式各樣的料理都有 你要吃日式的 然後像韓式的或中式的 或者是比較當地的 或每次一些素食漢堡 統統都有都找得到 對所以我覺得用餐上 應該不是什麼問題 但用餐這一塊我就不做特別的介紹 因為就跟在外面 或者是在台灣吃到的 你可以想像的不會有太多的落差 因為我們有帶元寶嘛 帶元寶他畢竟身高不夠 很多遊樂設施沒有玩 所以我們就只讓他玩了一個 旋轉木馬這樣子 巴拿山上我覺得另外一個特色是 可能比較偏宗教一點 就是像一些佛寺 他們有一尊很高的大佛 在林蔭寺那附近 對 不是只有一間寺廟 巴拿山上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寺廟 然後我們在法國村裡面 也有看到蠻多飯店的 聽說在這邊過夜晚上看夜景 非常漂亮 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來體驗看看 對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是一日遊這樣子 從飯店坐車大概四五十分鐘 到巴拿山 然後晚到下午之後再回去 覺得今天還算不錯 我們沒有碰到下雨 因為來東南亞的雨 我其實最害怕就是碰到午後雷震雨 那個是非常可怕的 那我們上去的時候頂多就是起個霧涼涼的 覺得很舒服 就這樣子囉 好啦那我們休息一下 先回飯店 現在車程大概還有三十五分鐘 哈囉 我們已經到了康恩市場了 它有蜘蛛人 好可愛喔 人包喜歡蜘蛛人 人包你喜歡把它穿這樣 好可愛喔 這根本就是麥香奶茶的味道啊 不管先拿兩盒好了 先拿兩盒 好 它是什麼口味會辣嗎 鹹蛋黃不會辣吧 它是鹹蛋黃 綠豆糕就是 他們這邊其實比較 好一點的飯店都會附這個當點心 就是下午餐營賓的 很有名的綠豆糕 就是在這裡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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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堂 cres得還好 我們就 primab siento